哇 哇 好多熱情的 然後澎湖灣就是開心 越南高照 對 澎湖歐味是群空萬里 這是要帶你去的 全球秘密的十大島嶼 對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好像天方夜潭 但是我跟妳講 這個是在當地 有非常多的移民 他們在天氣比較好 能見度比較高的情況下 他們真的看到水底有沖槍 而且這紀錄是在什麼 腿潮的年代 台灣亞特蘭提斯 我沒有聽說過 好興奮喔 真的 下面就有人去 所以只有在特定的時間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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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違了 每年都要相見一下 因為澎湖其實 每次來的景觀都不太好 對啊 每次想要請阿丁 帶我們去那個超級神秘的 澎湖版亞特蘭提斯 聽說很危險 我們這次要去的地方呢 叫做胡錦嶼 然後我們挑了一個比較 和式的遊水 一個潮汐啊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比較特別 它是被票選為 我知道 是不是觀光局推薦 全台最佳三十小鎮 對對 沒錯 三十小鎮代表 它裡面 人座很多人耶 對 其實上面的居民很多 主要也是以漁業為主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找一個 比較生命的路線 這是我的雅特蘭提斯 在繁華的地方之下 埋著很古早的神秘資金 對 這個地方它水流呢 比較擠 這種寬體比較危險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挑一個 比較平和式比較安全的地方 OK 好 好 好 走 走 走 哇 到了耶 很乾淨很舒服耶 對 這裡其實還蠻漂亮的 安靜 然後這邊的居民 比較少一點點 這島上安靜到有點那種 令人不可思議 那時候阿忠我記得你在船上跟我講說 這個島上很多很多的傳說 對 其中一樣我記得你有提到 跟吃有關的 這個就是我們島上 只有唯一一間美食 這個簡單來說呢 就是你只有去那邊 才可以找得到吃的 蛤 蛤 因為這邊沒有Costco 也沒有商店 什麼都 對對對 那真的是傳說 唯一一間 對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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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工費傳的話 對啊 我們到了第一個傳說 來 老闆娘你好 老闆娘你好 你好 兩塊一下嗎 兩塊一下 兩塊一下 現在兩塊一下的話 就可以喝我們這邊 在地的風爐草茶 而且是完全是無糖的 真的 退火了 兩退火 好 好棒喔 風爐草茶真的是退火的 先冷藏果汁耶 這也是黃酷必喝 我要 冰涼 新涼啊 冰涼的 這個都是野生的喔 老闆娘這都是你自己做的 對 沒錯 每天現做的 鮮草的味道 大店 大店 對 蔓越莓的感覺 對 這個鮮人掌 好 清爽 舒服 如果有看到那個 鮮人掌冰淇淋 我想吃也可以嗎 好的 耶 鮮人冰淇淋囉 我要先降溫一下 不要需要降溫 聽說這裡叫做貓島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它也有羊島之稱 怎麼說 因為這裡很多 賣 他們剛剛是有跟我說 我們有位騎人 翁大哥 可以把羊換回來 翁大哥 等我 翁大哥 為什麼要這樣叫他們 不是 那個是鮮羊的 他已經叫習慣了 喔 鮮人家的啦 對對對 寵物羊 他養這些是我們擠他的羊奶嗎 還是什麼 沒有 這個都是山羊 這個沒有 沒有哪里 這裡的環境很特別 阿姐你不覺得這很像 那種瑪雅文化的那種秋名感 對阿這個 這邊都沒有人為破壞過 怎麼叫 技巧 怎麼聚集他 沒有阿就是這樣一般叫 只要人叫的話 他就會過來 好 楊聖瑤 楊聖瑤 回答你囉 欸 島上出國幾隻羊 沒辦法測算 有幾隻 我們這邊2000多 2000多喔 這邊而已嗎 這邊應該改名叫羊島 你看超多隻 我們再去那邊阿 好阿 不要好叫是不是 我們去那邊叫一下 快來喔 快來喔 妹妹 妹妹 真的叫得過來好神奇喔 他們跑過來了 妹妹 妹妹 來了 妹妹 你看 那裡有妹妹 都來了 真的耶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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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聖瑤 我來很久了 好 來 先找找 好神奇喔 好神奇喔 這裡根本是羊島吧 妹妹 這裡的羊島好可愛 好小一隻喔 為什麼 沒有 還有更小的 這已經是長大了嗎 對啊 還是長大了 還有像這樣子的 喔 小小 來啊 還有跑上來 妹 等一下 過去 摸到牠了耶 好可愛喔 所以這個都成羊了 沒有 這個 小羊嗎 還小的 我們這邊羊都差不多要兩年半左右 這地方的景真的太獨特了吧 對啊 我們去了這麼多地方 第一次看到這種 可以呼喊整群羊的那種 好可愛 謝謝小一隻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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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漂亮 你看豈哥 你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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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超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彈腿 不管就好可愛 你好 哪有看到這種多好 我是怎麼聞到濃烈的那個 香味 對 很醜 是這是下午限定嗎 對 它就是到傍晚 然後比較有遊客的時候才會 對 現在是要人生頂肺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也是要 有時候在排隊的 有時候也是要靠運氣的 真的啊 像這樣喔 有... 趕快給我兩碗 給你的花枝碗 好... 花枝碗會有嗎 有耶 會有嗎 有 秀秀 你看看 它這個魚它太大塊了吧 很燙喔... 它大概會再長一點 好新鮮的感覺啊 我剛剛問老闆娘 她說她的配方很簡單 就是魚新鮮跟蘿蔔這樣而已 對 趕快吃吃看 而且它是清水龍這樣 對 清水龍這樣 真的喔 魚很厚 蘿蔔這邊當地很重要的 一個食用魚種 是啊 肉多 味美 然後油脂多 我客氣了 對 魚好鮮喔 小鮮魚... 我吃肉耶 這個清水龍這樣 它屬於比較大型的 東大型的魚種 它這魚肉一咬下去 整個魚跟海的鮮味 就整個冒出來 就是甜 太厲害 就是鮮 這個肉感也太多了吧 它是比較紮型的 對 它魚肉其實相當的彈牙 然後它這個魚皮表面的膠質 這樣慢慢釋放出來 又有點涼脆... 真的冒出來 它膠質感比較重 對 喝看看它們的湯 我第一次喝到這種湯耶 這一定要對魚相當的有信心 你才可以煮出來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一絲的 魚腥味藏在湯裡面 好輕喔 重點是它每一碗三大塊 這樣有夠香的 對 它真的每一塊都很大塊 很厚耶 對啊 魚排耶 然後它狐情這樣子 好帥喔 掛摩一圈 然後來吃一吃 蛋白祈賞 這是一種享受 然後這個魚都是 當地的漁民縣釣現狀 只有新鮮的魚 才可以煮出這種味道 來... 當地的有花枝丸 對 當地的裡面是真的有花枝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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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有花枝耶 好香喔 好香喔 而且很Q 整塊整塊的 很爽的耶 對 在這邊 也要在那邊彈耶 超好吃的耶 超好吃的耶 真的是吃過最好吃的花枝丸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怎麼了 它掉到水裡了 我們剛剛騎車聽說 加油 我可以拉它嗎 可以 可以 從頭 從頭來我 腳 你可以 快撐了 再來 最後一條生命 因為我剛剛旁邊是騎車騎過 然後我就聽到有羊在叫 可是他的叫聲不太一樣 NO... 大概是這種感覺 可能要喝水 搬下去了 救羊一命 兩位失火 盛造七級 我們來看那個 落日的 快點 一個蓬頭 對 蓬在手心裡面 手心的太陽 有耶 我們剛剛看起來有 有有有有 蓬的一個蛋黃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大家來這邊玩一定要來的地點 拍一張那個照片那個感覺多好 因為台灣沒有其他地方 有這樣的景點讓你拍的 對 其實他這不只結合到 這個藝術的氣息 在這邊我要呼籲動漫人一定要來 你知道這個動作嗎 規派取公啦 一定要來嘛 我們自從 原汽蛋啊 原汽蛋嘛 這動漫人要來拍一下啊 元気ですか 元気 開頭 對 對 到底要是開來版 那你為什麼 給我一下 給我一些元氣 怎麼會講這麼厲害 不好意思 哇沙比好吃ですね 沒有 好帥 這也是另外一種元氣 不是 這是游泳池嗎 好大喔 末日景觀民宿 這是游泳池嗎 不是 這是游泳池 我覺得我就像那一隻 我們下... 我們下那裡 公開示範在這邊活得很難 來 晚一點要下去游泳 這個游泳池可以按摩水 可以我來幫我按一下 看得到 按摩背入 這裡感覺是全新的耶 中筒器了吧 我們等一下住這裡喔 好大喔這個 太瘋狂了啦 太有情趣了這個 上面有一種雲耶 這個房間太厲害了 快來這個浴缸 快來快來 你看 哇 我跟你說 一間住的地方呢 好不好 開浴缸最主 為什麼 因為我很少遇到 能夠讓我腳伸直的浴缸 有沒有 你們懂這個意思嗎 這個已經不是浴缸 這是浴場 對啊 你還高級啊 別泡澡 別看澎湖的海景 哇 哇 對啊 十元耶 真的很過敏 真的很過敏 真的 哇 哇 好有質感喔 她的床 不是像一般的床有床 就好像找到 她直接一體成型 這樣好 她整個空間感設計得很好 我覺得 這邊好像都是那個 伴娘她女兒 身製設計的 喔 很厲害耶 好厲害喔 我覺得滿有Sense的耶 整個細緻感 是我剛才看到的 一台 她其實就很簡單 但她這樣超大的麻繩 看起來就是 很時髒 但又有一些很原始的元素在裡面 就覺得特別是 嗯哼 嗯哼 這誤一種感覺 我能給你們 我對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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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got somebody and let us go all out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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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 way to win, we do what we do If we spend too hard, they must even have a cool life It goes with the others, it doesn't pass you like I got those guys, I want them to talk to you like Somebody told me that we'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他們已經翁大哥跟阿姐已經如火如荼去找蜈蚣了 對 剛才八弟跟我說這裡雖然叫貓島 可是更久以前它其實叫蜈蚣島 其實這邊蜈蚣就是因為這邊地靈人傑 是蜈蚣掌握特別大街 相傳以前的居民都會拿蜈蚣來炮捲 所以說其實蜈蚣對這座島也算是一個蠻特別的生物 因為我們一般看到它其實會怕 我怕死了 我也怕死了 我害怕 而且你說這邊很大隻 很大隻 很粗 然後紅到發黑的那種 所以叫紅頭蜈蚣 可是蜈蚣據說它對於我們的身體 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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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會有一些特殊療效 所以在以前的那個年代 他們居民只要抓到這個都像看到蜈一樣 好 今天就要好好突破這個傳說 我們沒有要吃到 我們沒有吃 我們就只是要找它 遠觀就可以了 好 抓起來 抓起來 走 聽說他們都要翻石頭 而且當地居民說 就是要下雨天的時候 濕濕的時候比較會有 更容易找到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要看運氣 去找石頭 欸 真的好多蟲蟲喔 我好怕喔 我怎麼翻 我不是很高 我看到我應該會大跳 他們是神一般的存在 我們還是跟著黃大哥走就好 剛剛阿忠來支援了 他在喊 因為這邊在賭 他下面有機會 對 我也覺得有 這散的啦 你住正計畫 我來翻阿傑 阿傑抓 我負責叫 我翻這一邊 然後阿里床在那邊 好 1 2 3 哇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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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沒有喔 感覺會躲在那裡面耶 那一個那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 那個芯快出來 這個芯欸 這個芯要給我看 感覺這裡面有一多 沒這沒辦法躲 沒嗎? 沒 來,來,下一個地方吧 好 我很怕蜈蚣 對,我很緊張 這裡 到了 來 成長我 我的眼鏡很利 怎樣喔 這個算小的嗎 這個很小 對 阿傑高威龍 真的阿傑高 等一下 對,好多壁虎喔 等等 等等,不要來 先不要來 先不要來 有一個貨物喔 我看到蜈蚣的 出去了嗎 有 有,有一隻 小隻了 董事 這好小 喔 哇 哇 哇 今天這個 對一般人來講 他已經夠大型的武功 我覺得可以了 他已經大到可以咬桑裡 讓你去打五針 真 我不敢大力掌 因為 我還是要顧著他 讓他活著回去 連生態講師都聞風善膽 被牠咬了齁 你基本上要打 欸 這好近 啊啊啊啊啊 你用搓搓他 戴手套就好 戴手套就好 我到底在看你這樣 凶欸 牠的毒牙真的是在頭部下方 那一對齁 咬下去就直接注入毒藝 所以牠的屁屁這兩隻是安全的 對 後面是尾貓 後面是尾貓 很凶 牠現在是極力在反抗 但是我沒有用力啊 你看就知道了 牠前面是有空間的 蜈蚣在野外 大家都覺得牠是一種 非常不好的東西 為什麼就是怕咬人嘛 再加上看起來外型不佳嘛 其實我覺得蜈蚣 牠是環境中很好的一種生物 牠就是頂級的掠食者 對 我們討厭的所有東西 牠都可能會吃掉 比如說蟑螂啊 蜘蛛啊 通通是牠的食物 講大自然的東西 沒有好跟沒有患 牠能活到今天 一定有牠的意義存在 普京與這邊 牠的蜈蚣多是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環境 並沒有過多的開發 天然 沒有人為多飯 是 是 形成太好 蜈蚣就對了 我已經很久沒看到 牠的蜈蚣那麼大條路 紅通通的 大哥還說還有兩三倍大 我很期待 待會我會想一個小問題 你可以等我走到那 你再把牠放掉嗎 我會怕 對 牠跑好快喔 沒有 牠跑超快 不然就是我們在這邊等你 你走到那個山峰 不是 沒事啊 牠反方向就好了 不然往那邊去我們走啊 牠如果牠往我這就走了 好啦 不然就放在那邊 看牠會去誰那邊啊 牠在那邊 哇 牠在那邊 很快 很快 黃昆了 牠就回去了 屁股好搖擺喔 早起床 火力滿滿 這樣豐盛的早餐到底怎麼回事 我從樓上走下來的時候 就已經聞到這個味道了 好香喔 剛好這就想要先喝一口湯了 這小卷麵線吧對不對 對啊 小卷麵線 牠這個是包含牠們那個 有時候四天三夜行程 就是其中間的早餐 哇塞 然後他們還有粥啊 還有美食的早餐 每天都吃不一樣 我覺得這樣很棒 因為要有一個好體驗啊 欸 湯很清啊 就真的很鮮 對不對 我喝了那一口湯 我就想喝一口湯 來吃一下手吧 鮮甜的湯 而且很清淡 超適合當早餐 對 果乾以為這個麵線 吸飽的湯汁會變得很軟爛 完全錯 Q彈有勁 牠好彈喔 牠不是一般麵線一咬就斷 牠會彈耶 這個口感太神奇了 對不對 超彈癢 媽 跟小卷一樣彈喔 牠小卷的肉質超級彈 對 一定是超新鮮 然後先去燙一下下就起來的那種 又彈又脆 又有那種好吃好吃的 蠻豐富就是要這樣吃照常 對呀 這種動作 QUE 囖有 好舒服 我的天氣喔 舒服的天氣 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胡錦羽啊 這也很... 從以前 鴻湖這邊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物質 尤其是胡錦羽是很多的 所以一路上來 我在觀察就是像這樣的標榜 它就好像二戰時期離流下來的 非常厲害 你看這邊標榜 它雖然感覺上好像荒廢 但是你把東西移移進去 還真的有個洞可以躲在裡面 空間頗大的喔 這邊還有更厲害的東西 什麼 你知道石板屋這種事情嗎 這裡有石板屋 這裡 到目前為止 現在還遺留著一個 寶石非常乾淨的石板屋 沒有被破壞過的那種 我也很想探訪 以前胡錦羽的人 住在石板屋裡喔 其實這也是我想探索的原因 可是有太多的未知 好 走 來去找翁大哥 現在要去胡錦羽尋找古老遺跡的石板屋 現在要去胡錦羽尋找古老遺跡的石板屋 為了要一探究竟這個歷史遺跡呢 我們必須要走這個海邊的路過去 翁大哥我們大家要走多久 十幾分鐘喔 哇 所以以前 以前的人住這都是走這條 對啊 很難走耶 要怎麼... 山頂也有啊 很多的這句是 沒有信任長 為什麼我們石板屋會在那裡 那句就是 在那裡有種水垢啊 要看著啊 為什麼這麼種種水垢 土質好 很難想像以前的人 光要回家要走這個路也太難了吧 而且這也不是路啊 這就是一般的那種海實地形 搞不好以前的社會比較沒有胖子 以前的人要回去也太難了吧 你怎麼躺成這樣 我剛一個側翻直接摔下來 你一起的來嗎 要不要這樣 有看到那尾堆嗎 有啊 我們剛剛就踩到一顆石頭 然後這個會動啊 蛤 你看 像它這邊這樣整面像城牆的耶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阿忠講 在海底那個城城 有耶 有喔如果我是這樣蓋 我就覺得合理喔 而且你看那個時候 是在水潮那個年代就有紀錄了 所以如果在海底真的有個城牆 也非常合理啊 那為什麼要蓋在海底 紅色 對啊 紅色 所以又有磚塊 又有玄武園 然後又有紅色 但重點以前 蓋在海底也很妙 不是 它有可能以前蓋好 有成到海底 有沒有可能 很有可能 地體變動之類的 亞特蘭迪斯 對 有一種那種 開始在解密解體的感覺 還是 越來越靠近 好 大哥 怎麼這樣都一塊一塊這樣啊 這個就是我外公 它是專門敲石頭的 所以這邊是敲石頭的工作區域嗎 不是 這個地方就是因為 為了要擋北風進來 喔 擋風用 種西瓜 種哈密瓜 蛤密瓜 蛤密瓜 對對對 全部都是 以前那個哈密瓜 沒有像現在這麼小 以前那個都三四十公斤 三四十公斤 這麼大的喔 現在好重嗎 對啊 我小心 現在沒有 30公斤的哈密瓜 對喔 哇 好厲害 你看 所以如果這邊是田 所以應該也有你說那個 照顧水果 不要被摳的石板屋 也應該在這附近好 石板屋就是在這邊啊 真的嗎 就是以前 對對對 我媽媽以前就住這邊的 喔 真的喔 好好好 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 翁大哥媽媽的那個石板屋 哇 很工整喔 對啊 這也太厲害了吧 這石板屋 這個 哇工屁耶 是我們外工蓋的 已經一百多年了 很整耶 很整耶 一層一層疊 疊上去而已嗎 對對對 沒有啦 工工店我小夸 強迫症好不好 沒有 對 很整齊耶 他也幫人家打石頭啊 就是說你家要蓋房子的話 需要多少材料 他去哪兒敲 他墊了以後 他就開始敲石頭 專門做這個的 太厲害了啦 他全部都寫很厲害 你 know what's gonna work out all the pieces spin together just right that's just how it happens when you're loving in the summertime 欸 這邊是煮飯的嗎 對啊 這邊是煮飯的 欸 翁大哥啊 這是故意蓋得矮矮的 還是以前的人比較小隻 以前蓋的時候是 準備修行 沒有像那個 一般的房子喔 會蓋很高 可是這樣子要駝背煮飯耶 對啊 你看這個石板 整片的 因為我外公是石匠喔 他自己打對不對 對 我們說句實話齁 以前我們不管去哪邊 看到那麼多石板屋 很難看到一間整個屋形 這麼工整還存在的那個樣貌的 而且我覺得他有窗戶這件事情 很厲害 很流動耶 對 裡面算涼耶 不去外面 走 我們去外面看看 那裡有一台怎麼保存很完整的 歷史戰車 哇 那個是 兩岸關係緊張以後 對 為了欺敵 所以才會把戰車印在這裏 這我幫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我之前在金門當兵 那那時候還在泥錢的年代 通常他會放幾台 就算已經報廢都要放在那邊給人家看 以現在來講 其實我們盡可能還是以 當作觀光的一個點了啦 當一個遺跡而已 對啊對啊 我們拍一下做幾年 來我們去後面 好 來吧 怎麼又有那種 古老的建築了感覺 這個不簡單 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軍事要塞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只是一個它的外觀 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連體 所以這邊的人 戲稱這邊叫高雅康 你想得到的 包含它的觀測所 包含它的指揮室 所有的都在地底下 這是很像螞蟻喔 它上面小小 但下面就是哇 是的 今天呢 我們待會是一個體力活 是的 所以我就先煮一頓豐盛的給我們吃 但是我記得 你沒有要下去 所以不對 待會就煮一頓豐盛的早餐 給我們兩個吃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去看層層 對 所以我們兩個要吃飽 我們要吃飽 跟艾美一起 但是我們身在澎湖 其實選的魚種也很特別 這是小石斑嗎 這個是澎湖的現代帽石斑 我聽說過 這個大小肉最嫩 煮魚湯最好 它其實就是因為它身上的那個花紋 相當的好 美麗 有點骨斑的感覺 而且肉質細緻 然後膠質含量多 以前在澎湖它自古就是一個 養顏美濃的聖品 今天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 其實只要拿得到好的魚 我們在家也可以煮出這種 澎湖滿滿海味的一個做法 非常的簡單 一開始 來我們 水滾魚下鍋 對水滾我們就先把魚放下來 它已經是成體了嗎 這樣子 它這台就是小孩 它本來就是小隻小隻的 小隻小隻 對對對 然後我們煮魚湯的一個 小小的技巧 其實就在於說 一開始我只要先把雜質的地方 先把它煮熟 它的血腥味就不會有了 它那個湯等一下是甜的 不要 因為它的腥味來源 最多都是在湯裡面 然後如果你在家有時候 你有那種熱水器 你的魚就先沖一遍 這樣子就好了 這個魚是不是只有澎湖 澎湖最多 因為澎湖的那個地形它是礁石 對 它就很喜歡躲在這一邊 它能夠被選為澎湖鮮魚 你就知道澎湖的鄉親有多愛它 好香喔 慢慢的有它的鮮氣開始 哇 好香喔 飄出來了 好 這種最適合我們還沒吃 它聞香而來 它聞香而來 哇 這是我們三個人的早餐 三個人 為什麼你拿三個人 你不能這樣子啊 我會在船上幫你 因為你們要去看城城 因為我不能下去 它會說你們三個吃到就好 對 那你怎麼在這裡啊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以為你是最有愛心的 來有沒有看到我們煮滾了 其實這樣子就好了 煮滾之後其實你來 你可以聞一下一下 然後就沒有腥味了 好棒的鮮味 對 它是鮮味不是腥味的 來 我們就把它放下來 然後我們就重新的把它放到我們的湯裡面 然後就是水 然後跟一點薑 再來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薄皮辣椒 薄皮辣椒 它有共和你耶 它很棒耶 就這樣子 然後一滾 我們再撒個蔥花 這樣子就好了 就這麼的簡單 那我們的蝦子要做什麼用 這個蝦就是澎湖在地的狗蝦 這個超貴 真的喔 我們看的是它的內涵 我們絕對不是因為它的外表 其實狗蝦就是我們一般的火燒蝦 但是在這邊補到的火燒蝦 它的肉質更脆更甜 那也是澎湖 我說我們基本上餐桌上必備的 待會我們做一個火燒蝦冷飯 那我們吃飽飽 好 又是一個超級簡單的蝦冷飯的概念 我覺得你這次有點偷懶 怎麼說很簡單 因為澎湖就是好山好水好漁獲啊 新鮮就簡單 好來 這個 我們在處理這個蝦的時候 一定要大火 然後整個放下去 不要有任何的水分 其實不要洗沒有關係 那它不用洗也可以喔 對對對 因為我說它有點黏液 對 所以你洗了的時候 反而有沒有 誒 味道來了 鼻鼻而來的蝦香味 而且是很濃郁版的蝦子的香氣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樣的火燒蝦 或者是你說 比較帶有黏液的蝦子的時候 訣竅就是在於 極大的火 然後千萬不要再去洗它 不要有鬼 因為水越多 它的香氣越出不來 就通膽了 然後我們先用乾繞的這樣子的一個手法的話 你會聞到它蝦子的香氣 就會自然而染得出來 就會蓋掉它的腥味了 這個顏色是漂亮 這顏色是新鮮的蝦才能有的顏色 所以它叫火燒蝦 嗯 這一次Mess為了我們要下去看層層 有用心啊 有聽到阿中講那個層層是紅色的 還弄得到紅色的菜來給大家 加點感覺啊 其實我不是聽到這一句 我聽到阿中說 那個地方非常的危險 欸真的假的 對 所以我想說我們可能要吃飽一點點 我們可能要跟蝦子一樣哇跳跳的 對對對 超級香的 好像肉燒飯喔 對 超餓喔 就跟剛才一樣 這樣是蒜飯飯嗎 就用它的本身的那種醬汁去做一個 記憶底啊 煎蝦子的醬汁喔 這裡上 這樣子蒜肉 蝦蝦肉燒飯 我要多一點醬汁 狗蝦飯完成 我們去旁邊吃飯吧 Just talking Just talking Just talking But seeing as you ask me 太幸福了啦 真的好愜意喔 澎湖版的肉燒飯 對 我剛才知道為什麼Mess那個 油要下這麼多了 照顏料那種豬油拌飯 對不對 蝦油拌飯 蝦油拌飯 它是滿滿的鮮蝦香味耶 很香耶 到澎湖人為什麼會喜歡這個燒蝦了吧 知道了 味道好濃郁喔 而且它那個甜味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蝦肉的味道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肉感也不一樣 它比較鬆軟一點 好濃郁喔 好香喔 而且你又加那個油 這樣子拌一拌 超香的 感覺把那個味道 全部逼出來了 對啊 澎湖限定的蝦蝦人飯 好好吃喔 停不下來耶 這魚湯喔 先聞一下 那種淡雅的清香味非常好 喔 好辣喔 對 但是你等一下就覺得 它算辣 很辣 這是剝皮辣椒 好辣喔 你配上那個 好辣 很像 嚇到的辣耶 比想像中還 看起來很清爽 對啊 搭配那個魚肉一起吃 甜度就出來了 喔 小而巧 而且它那個 魚肉超白超細緻 很像豆腐耶 對 很像豆腐 很典雅的魚肉 我覺得魚湯 魚湯都要這樣子 這樣吃起來魚湯真的是 太鮮 太香 然後完完全全的沒有那種 夾雜的腥味的感覺 好喝好喝 你看 看我 也別相信 它源為 不要 要找人 洛杉諺 等你們等一下茁壯之後 我們船會再來開進去 會剛好在我們的船底下 那你說我們待會在船底下就看得到 對 我們等一下呢 船會直接開到我們的潛艇上面 這邊有一些安全規定跟各位講一下 對 我們今天有幾位 對這一塊海域呢 比較熟識的一些大哥 等一下你們就跟著他們 好 然後今天呢 下去你們會看到神祕的塵塵 它是南北向的 下去呢 你就會看到它很像長城一樣 長城 對 對 對 這邊的水流它屬於比較急一點點 是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下去剛好是停留的時間 大概有多久的時間 大概20到30分鐘 OK啊 對 你們說一個好消息 能見度 滿百 真的假的 高清 高清無麻 哇 張天好期待 那時候在查資料說 整片紅色的塵塵 聽說還有那種黃褲那種感覺 我真的 這是南蓋的嗎 那個就是當年水潮的年代就有雲 人家看到 那種傳說已經傳來那麼久了 終於我們今天要親自下去驗證 解密 對 解密 來看這個神秘的雅特蘭提示 解鎖 好 來 走 趕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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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裝備都穿好了 然後已經要下去了 現在其實透過在船上 就可以看到下面 層層的樣子很明顯 對 已經開始起流了 你看 所以現在下去要更加謹慎小心 這個祕密的景點 好 我OK了 上 好 雅特蘭提示GO GO 下去 下去吧 雅特蘭提示 是不是有兩種 一個是打開前然後腳下去 對 我就正面下 好 我做正面 好 下了 下了 雅特蘭提示 我們來了 我們來了 面筋 我天啊 這海料也太強了吧 加油 天啊 小心喔 好棒喔 我還是等船就到了 先上來喔 沒有 先上來 這不是我 喔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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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行 我又沉不下去 教練一直示意我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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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上船好了 下一次 下一次 現在要重新的下潛 因為剛剛流太強 所以船稍微跑位了 然後現在就是要一鼓氣 但要同時下去 要搶時間 因為上面流比較強 等於一下水就要 馬上就要把氣放流 就不會被流影響 好 雅特蘭提示GO GO 好緊張喔 GO 出了過了 小服們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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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要馬上下去 所以它可能會 呼吸有點急促 可是這樣對潛水來說 是比較不好的情況 因為我們要保持呼吸順暢 因為呼吸會很影響到 你在海底的中性浮力 所以就滿危險的 因為現在流很強 對 天啊 那還有空氣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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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失敗了 沒事 因為我緊張 不是啊 這邊真的水流比較強 難怪這邊真的是一個 傳說中的地方 這是有不成合的概念 對啊 我完全不能在 通常我都要在上面 調整一下 但是很緊密 那個是F2 不要下去了 好 不管怎麼說安全這個 安全比較 以前到以上判斷 我是真的是安全 好 快下來了喔 第三隻下去 好 一起協助 繩子抓著阿妹 這一次我們的船長阿中 他放了一條繩子 然後我們大家是拉著繩子下 我看到教練跟 妹子他們都先下水了 好我也一下水 下水馬上拉著繩子 發覺一股巨大的推力 把我一直往後推 這邊海流真的太可怕了 難怪阿中一直跟我們講說 這邊有三個不同的海流的方向 是非常危險的地方 你們OK啦 下得及啦 非常危險的 這個海流 不要了吧 好 來 上來 謝謝 太累了 我覺得那個流好大 好恐怖 好恐怖 可是我好想下去喔 那應該是我們有史以來 遇過流最長期 對啊 真的 不管是海面上的還是海面下的 所以這是真的很時間限定 沒事阿 你下去之後 如果你要行進 你光梯也是過 對 所以你要抓著那個 對所以下去 當下你就要趕快到前天 喔有 就要往下潛 然後也往下潛之後 你抓著石頭 這樣就OK 這個流也太強了吧 校電你還在我上面跑 我太恐怖了 我現在是沒有辦法 我抓不住了 我真的抓不住了 我以為水裡 海流會比較小一點 沒想到我的手 只能非常用力用力的 去抓住岩壁 我後來才發現 我抓這岩壁 就是傳說中的那一面城牆啦 耶 看到他們了 喔 好險 就算不需要潛下去 我在面上也可以看到他們 其實沒有很深耶 大約兩三米而已 但那個流 哇真的好強喔 天啊 好 我嘗試一下 用捧撲前進好了 希望我在軍中受過的訓練 還沒有忘記 抓一下 喔 好痛喔 這手被刮到 天啊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厲害的地方 可是我眼前 卻又是如此夢幻的美景 各種軟山湖 海傘 海灰 還有屬盡的熱帶魚 在我面前悠遊 但卻又在陽光下變成那樣的耀魚 這裡水好清澈喔 而且看到好多好多的魚 那邊有一小坨藍色的魚 好美喔 前面那個是什麼 哇 是白色的海傘耶 太特別了 好像白色的松樹喔 一整片的 我這海流真的太強了 跟著教練還有看到 少強導演在旁邊拍我們 他拍什麼 是粉紅色的花嗎 天啊 那是整座太漂亮了 粉紅色的軟山湖啊 旁邊你看... 是車渠背耶 在潛水的世界 能夠看到車渠背 很幸運耶 這邊的海底 雖然水流強 但是這邊海底的生物非常的多 它的豐富跟多樣性 真的太讓人驚訝了 好美喔 不然沒有潛下去 然後很傷心 因為他們找的教練就是 Pro等級的才可以潛這個 然後就是任務失敗 我也很累 但是剛剛在上面就是很自由自在 很開心的看到一切 然後看到他們就覺得耶 好有完成一點點 任務達成 我們從事這個活動 心裡一定要很放鬆 不然會有危險 是喔... 對 耶 幸福你們了 幸福了 我跟你講 台灣的亞特蘭提斯 超美 超美的 可是你受傷了 對 一定要受傷 抓到 因為海流強到 也根本抓不住 還好我們的潛島夠專業 拉著我們 讓我們可以固定在水底 我們幾乎都在水底 拍整個城牆的畫面 好 環民就剛剛寫 強哥的臉都刮傷了 看到沒有 怎麼會這樣 你都流血 這是血嗎 你是在流鼻血嗎 你整張臉都是血嗎 噴鼻血了 好 流鼻血 可能是耳壓平衡的問題 我只能說 那個城牆的畫面 我們在水底 看到那整排過去 你這會誤會 又不知道哪個王朝的城牆 存在水底 我們那個給我先搶到一個 什麼叫那個 出師未解身先死 藏食英雄淚滿精的那種城牆 我們回來了 讓你們下去 我覺得你們超勇敢的 謝謝你們 我知道為什麼這座島就是 沒有人知道 這麼神秘 對 那個城牆 真的是天然的一個屏障 這個絕對有資格 請全世界愛潛水的人來這邊 也除了我們剛剛講到 城牆的帥跟美之外 跟那個整個創立的感覺 你知道在海底看城牆 那種是另外一個世界 還有旁邊的海鬼山 各種魚類 超精采 你看到那個城牆 你會開始有點懷疑 因為其實澎湖這邊 最特別的就是玄武園 你以一個 海裡面觀察的角度來講 有沒有可能珊瑚 它長成一個像城牆一樣 我覺得不太可能 有可能是當時的 整個地質變動推擠的時候 玄武園上來 然後上面就長滿了這種 玄武園 所以那不是人家蓋的喔 不是 我一直以為是人家蓋的 我以為是人家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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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自然的景觀 然後只是玄武園被擠壓上來 上面的這些珊瑚 怎麼開始附著上去 然後變成我們現在看到 這樣一整道紅色的層面 可是它好像很直耶 筆直超直 等於是大自然蓋的 大自然蓋的 大自然蓋 全球是大自然的 大自然的鬼斧成本 但是我覺得啊 它應該是海洋生物的天然堡壘 對 守護它們的堡壘這樣子 我覺得當之無愧 太多魚就是比如說 海流來的時候 魚它們會往下面一點 然後片面油就躲在那個石頭後面 躲在珊瑚上 對 很棒 等於你們真的進入了海底世界 對 這真的是海底最棒的一個 天然的地景 真的 超棒 待會兒回去讓你看畫面 讓你好好先走一下 好